香港傳真帶您來看到 港府今天宣布啟動第二輪 關於2017年特首撲曉的政改諮詢 當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立法會 發出第二輪政改諮詢聲明的時候 泛民議員撐起黃傘集體離場抗議 並且高呼我要徵普選口號 主席曾鈺成宣布暫停會議 等到泛民議員離開之後再恢復開會